2018-2019赛季随着猛龙队在勇士主场甲骨文球馆获得总冠军而迎来了赛季的终结,而已经85岁高龄的被称之为球员中的指环萌的比尔·拉塞尔,再一次出现在了甲骨文球场为总冠军获得者猛龙队颁发奥布莱贝,但这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球员已经年迈,很有可能以后的总冠军颁奖一事,再也不会见到拉塞尔老爷子出席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若是拉塞尔不再是总冠军颁奖者,联盟中哪一位名人会成为总冠军颁奖者的接班人呢? 总冠军颁奖过程简单,但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买足负量。 尽管在此之前不知晓NBA总冠军的颁奖者是谁,但是在笔者关注NBA这项赛事以来,几乎每一年的NBA总冠军颁奖者都是拉塞尔。 而NBA名宿那么多,其中包括了拉里伯德、标志南维斯特、华翔基克莱德德雷克斯勒、天沟贾巴尔等等等等。 但是在那么多名宿中,仅仅只有拉塞尔能够成为总冠军颁奖者,由此可看出拉塞尔在NBA联盟中的地位,以及11个总冠军的影响力。 那么,谁会成为下一个NBA总冠军颁奖者呢?成为NBA总冠军颁奖者有什么要求呢?难道是因为看看谁获得的总冠军数量更多?还是比比谁的成就更高呢? 又或者是看谁对联盟的影响力最大呢?因此,笔者认为这么几位球员也许能够成为NBA总冠军的颁奖者,而且他们对NBA的传播和影响,也是很大很广的。 第一位,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也许对于NBA总冠军的颁奖者这个称号,对于篮球之神乔丹来说,可能乔丹还尚且太年轻,但是笔者认为在如今的NBA名宿中,篮球之神乔丹是最有实力,成为NBA总冠军的颁奖者的。 首先在个人总冠军数量上,乔丹六进总决赛六夺总冠军,这是NBA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记录,即便是拉塞尔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这就是乔丹的荣誉,相比于很多NBA名宿而言,乔丹不仅仅是六进总决赛,六拿总冠军六夺FMVP,更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三万家的得分,而且自1987年开始,连续七年,拿到了NBA联盟常规赛的赛季得分王。 在1996年至1998年,又再次夺得了NBA常规赛的得分王,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职业生涯中还十次进入最佳阵容,九次获得最佳防守一队等等荣誉,这是很多民宿也望尘莫及的。 最后就是篮球之神,乔丹对于NBA的影响力,NBA之所以能够成维权。世界都知道的篮球联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乔丹,因为篮球之神一个人把NBA的影响力推向了全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 在美国有一个篮球联盟叫做NBA,尽管在乔丹之后还有科里·詹姆斯的NBA大使,但是NBA享誉世界是因为乔丹。因此,笔者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是篮球之神乔丹。 第二位,NBA总裁肖华。对于肖华的上台改变了NBA很多在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很有可能对于NBA总冠军颁奖这一程序,很有可能会揽到自己的手上。 毕竟作为NBA三菱之球队的总裁,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撑场能力都是足够的,而且在这两年NBA颁奖典礼上,经常出现联盟总裁肖华强比尔拉塞尔手中的总冠军奖杯的尴尬场面。 因此,若是拉塞尔由于年纪的原因,不再出席总冠军颁奖典礼,那么很有可能会被肖华抢了这活,毕竟若是一个总裁都没有资格颁发总冠军奖杯和FMVP奖杯,那么在颁奖典礼上,肖华抢C位的场景,会不会变得异常尴尬呢? 第三位,听勾甲巴尔。作为一个三分线爱,都能够使用勾手投篮的男人来说, 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甲巴尔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是获得了6个NBA总冠军,两个总决赛MVP和6个常规赛MVP,对于荣誉方面甲巴尔也是实力满满,而且在甲巴尔的20年职业生涯中,效力了雄鹿队6个赛季胡仁队14个赛季,生涯场均得到了24.6分,而且是NBA历史上得分最多的球员, 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总共得到了38387分,而同样是胡仁队的民宿科比布莱恩特,在20年的职业生涯里常规赛,也才得到33650分,可想而知甲巴尔的得分能力,是有多强和有多恐怖。 而除此之外,甲巴尔还曾经十次获得过NBA最佳阵容一阵,19届NBA全明星阵容,这对于个人实力和对NBA联盟的影响力,都是实打实的强悍和无解,尤其是总得分上,更是迄今为止无人能够媲美和与之相提并论。 感谢观看